哈喽大家好 我是刘师傅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新疆的库尔勒市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新疆的水果 呃这种水果呢 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听说过 就是大家可能只听说过新疆的 西瓜呀 葡萄呀 这些东西 今天我要说的就是这个 库尔勒的香梨 我们库尔勒市啊 被称为梨城 主要的就是生产这种香梨 然后我今天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今天是9月18号 正是香梨收获的季节 工人们正在采摘香梨 大家看一下这个香梨 树上都结满了这种香梨 今年是一个分收年啊 这个香梨结的特别多 产量也很高 接下来说一下 为什么说库尔勒这个地方的香梨 是全国最好吃的香梨 没有之一 甚至在全世界来说 这里的香梨都是最好吃的 大家可能只听说过梨啊 就是梨可能建的比较多 但是香梨这个东西 只有我们这个地方生产 只有我们这个地方有种植 至于说为什么这里的香梨好吃呢 这个网上的说法有很多啊 就是什么生长在天山脚下 喝的天山雪水 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这些说法都太官方了 就我看来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我们这个地方就适合这个香梨的生长 这里的气候 这里的水 能孕育出这样的水果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大家知道我们库尔勒市有一条河 叫孔雀河啊 以孔雀河为半径 30公里之内的这个区域的香梨 才能算是真正的库尔勒香梨 就是出了这30公里范围以外 这香梨的口感完全就不一样 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我们现在来摘一颗尝一下 来来摘一个吧 看这个 我们摘这个吧 这个香梨上面还有有这种 就是红颜色的这个纹路 这种这种应该是最甜的 嗯拔个这个吧 吃一下 据说这个香梨是不能洗的 洗了之后吃会拉肚子 我们在衣服上蹭一蹭 反正我也不知道这个说法 到底是科不科学 民间流传 反正就是这么说的 都是这样擦一擦 现在这个香梨正亮 发光 嗯 就是咱们新疆的水果 它自带加成啊 就是这个甜度 它就跟别的地方的水果就 不是一个级别 它就很 这个甜度就很高 然后甜度一高 再加上水分比较大 那自然而然就好吃 你看这果肉白白的 我们走到这果园的边上了 像这有一个网 看到没有 那网上面挂了很多麻雀 这个应该是农场主 为了防止这些麻雀 来偷吃它的香梨 设了这个网 看一下 这些都是被网住的麻雀 这是我刚才说 为什么绝大部分人 都没有吃过真正的库尔勒 香梨呢 是因为孔雀和半径30公里之内的 这个产区 才算是真正的库尔勒香梨 这个味道才是最正宗的 所以呢 就导致它的这个产量很低 据说啊 今年香梨协会 这个组织估算啊 今年的库尔勒香梨的总产量 大概在40万吨左右 啊 这40万吨呢 还要被 这个层层的筛选 这各大各小的 分特级 这么一级 二级三级这样筛选下来 然后几乎有一半是要出口的 是要卖到 呃全世界的 然后只剩 剩下的一半 就能分到 全国人民 每个人头上的话 可能 嗯 几十个人能 分到一个里 就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说 你们绝大部分人 都没有吃过真正的库尔勒香梨 也许你们有去买过 但是可能也不正宗 嗯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香梨树啊 这个香梨树 它是一种嫁接的一种树 你把这个香梨吃完了之后 它有那个壶 你把它种到地里长出来以后 它不会接触这样的香梨 就这种香梨 它都是嫁接出来的 先种一棵普通的梨树 等这棵梨树长大以后 然后在那个梨树的上面 那个枝上面 嫁接一个香梨的这个枝呀 然后长出来以后 才会接触这种香梨 这种果树跟别的果树不一样啊 就不是说你种一个种子 它就能长出树 然后结果 它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个香梨的种植 也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梨树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环 这个地方就是之前嫁接的这个印记 香梨它种植期也比较慢啊 你要种一个果园的话 前5年是没有任何收成的 从第5年开始才能进入挂果期 就是从5年之后才能有收益 然后到10年的时候 结果比较旺盛的一个阶段 一棵香梨树最多能活100年 10到50年之内都是一个 比较高产的一个阶段